今天三個中產黨我們會講中美貿易戰 好像沒什麼講過我們開始之後 我很喜歡寫,我寫了很多 這次我們當然要由知名人士入手 人們經常說,做這些網絡節目 最容易引起人注意,就是評判或其他人的評判 因為你有一個目標,就會起碼有人知道你想說什麼 當然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雷鼎明 雷鼎明說了什麼呢? 我們新度利益,我們認識他 你介紹我認識,我旁邊也認識 究竟有什麼值得一提呢? 值得一提,就是他就香港的獨立,是不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香港的關系 是的,不是關系法,關系法和他主要的討論都是不是關稅的問題 於是他的討論就是經濟學的角度 其實也不是經濟學的角度 我會說這是會計學的角度 很多時候他做人工經濟 有部份的學者都是表面上好像講經濟一樣 講GDP,講數據等等 但其實是沒有經濟內容的 那是會計的內容 有很多會計學的學者就學人講經濟學 就是很出名的李兆波 經常都不知道為什麼講經濟政策都會問李兆波 他就用一個會計學的分析來分析經濟學的範疇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課題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經濟學究竟有什麼,看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我這麼強調講法不是太多經濟內容呢? 因為他現在講過對GDP的影響 他講得很輕微 那就是讀過最初街經濟學,我都知道的 就是所謂的National Accounting 中文叫什麼? 就是GDP National Accounting, 又不是國際會計 它有個名字,中文忘了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GDP有什麼組成呢? 這樣是公式的 GDP就是等於C加I加G加NX C就是消費 一個就是投資 Government Expense, Investment Investment G就是Government Spending 可以是政府投資起大拔帳 或者是很多是轉移 就是轉移 另外一個最後的部分就是出口 或者是出口正值 這是一個會計的概念 雷教授就說 對香港的GDP影響很小 就是因為香港出口 美國的貿易的數字已經很小 他就講到說 如果就算是因為獨立關稅區的地位沒有了之後 有一半跟美國的貿易是出口的沒有了 於是乎入口可能少了 於是乎看到的數字 就說其實是很小很小 大概的估計可能只不過是佔50億左右 於是乎 10億就是0.0%的GDP 所以說根本不稀罕 紅給你 於是乎就引起很多人的反對 不是經濟學家 但是那些批評好像也不是經濟學 你有沒有想過國際的聲譽 有沒有想過國際人們怎樣看香港 其實如果用經濟的角度去看 你怎樣認同或者反駁雷鼎明 那些 或者贊成 其實這個我講講事件 接著加波比亞大師看看他的看法 很多這些反對 他們不喜歡的人 因為他覺得他是親共 的時候提出的觀點 又不是錯 但是 又不代表他反對到他的 你說可以算什麼什麼 算二三四五 那你算完之後究竟是有多重要 那些他們是不討論的 那算完都是多幾億 那是浪費 所以他們沒有完成討論 究竟是不是很重要 也是不知道的 他只不過說 如果沒有了地位的話 於是說他們沒有了信心 於是就可能又不來香港做Hack Quarter 即是投資 於是怎樣 於是不知道會怎樣 這就是我第一個評論 就是被一些人說 雷教授 錯的地方 如果你說他算錯 所以起碼你自己算一條數出來 是的 可能他說的都很不值 即是等於你說政府超支 你自己說那條數 其實跟他政府的條數一樣亂算 其實大家都不可信 是的 所以其實我自己本來看 剛才我講這個會計思維 人們質疑這個 其實相對就比較多 經濟思維 就是說如果那件發生之後 人們會怎樣改變行為 經濟上會不會影響到物流業 或者其他就業 會不會令到投資少了 沒有信心之類 這就是一個方向 大師你怎樣看 第一 就是通常說的數字 大家都要計算 Multiply effect 但如果你說數字很細的話 那些 effect我都可以不計算 但是他們反對的人固然在 因為反對雷典明已經是一個 大家都有一個icon 但他說的形象是對的 有一個影響的 第三就是 我覺得美國不是傻的 他們只是傻而已 當然整個在香港評論界的人是傻而已 但美國不是傻 如果他打擊你 他不會在貿易中打擊你 你說的貿易是錯了 那個其實根據什麼 應該不是針對 其實不是針對貿易的數字 他最主要是針對那個 學術招勞 對 根本上別人是說A 你就是說B 學術交流只是說 他懷疑你香港 其實都是中國間諜的一部份 所以根本就不是貿易的數字 尤其是上個禮拜已經寫了一篇文章 有人都轉載過 但是討論還是這樣 如果認真真看過 他交給國會的報告 從來就不是針對關稅區 從來就是針對 這些民用商用的一些科技的轉移 會不會有機會去留在大陸 是啦 你美國打擊香港 你們這班人雖然是傻 但是美國不是傻 他當然會希望用一些對你很嚴重的 比如說你這個形象的國際城市 或者就你國際金融城市的方向去打你 不會無端的 A又在大做文章 就在說其實10億很少 B就在說不是 很重要 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最重要就是美國不是要打擊香港 而是要打擊中國 當然是打擊一些香港可以幫中國做到的事 香港是否幫中國出口 某程度上都是有些轉口 但是這個不是重點 從來都是一個資訊的出口 或者是一個學術交流的出口 從1949年的時候已經開始這樣 以前更加重要 是唯一的窗口 是靜雞雞雞偷東西回去 當年中共的時候 1960年之後 由中蘇交戶賣 中國的科技是怎樣的呢 就是在香港採購一輛車回去 然後拆了一輛車 然後研究人家的車怎樣做 然後做紅旗牌去改造 是用這樣的方法 一直都是用科技的轉移方式 都是經香港的 我想問為什麼輿論界 包括一些立法會議員 這麼緊張 說不行了 要去美國遊說 覺得自己很有警衡力 人家會聽他說 輿論就說 哎呀 就是大家夥了 這些人不讀書 所以他們不會看原始文件 所以他們只是看新聞報道 新聞報道有時候只是看標題 但他們急著要出風頭 急著要說 即是說不及 所以就會這樣 第三 他們當然都乘機想去美國走走走 如果去美國 就好像 梳叔 我去了美國 我又有非市 是不是 不是成功爭取 我成功爭取了去美國 成功爭取了去美國的權利 嘅嘅嘅嘅嘅嘅的地位 然後你去了美國 我回來想 美國總統我不是開的 我有美國政府照 我有美國政府照 你不要隨便拘捕我 我美國政府照 你知道 這個是真的有新聞 就是三個特點 第一就是反應我幫市民做事 你看 我幾有國際觀 我幾有時事足夠 人家美國說想動香港 我現在立即捍衛香港 他好像是支持 他好像是支持美國 支持香港關係法 繼續保持 就對香港有利 第二就是 你賣人情給政府 無論是中共政府 還是港共政府 現在我幫你們看看 郭榮鏗去美國之前 林鄭立即安排他坐隔離 面授機儀 他現在多厲害 既做了香港的英雄 因為我保衛了香港中產的利益 就是代港 另外一方面又是林鄭的特使 好像建制派一樣 然後第三件事就是 泛民是建制的一步伐 他是立法會 還有好像周顯大師說 你去到美國 又有這個所謂美帝護體 然後你要拘捕他的時候 又要投鼠忌器 這件事是真的 你看到沒有美帝護體 因為是拘捕得勁很多 而且還拘捕了之後 沒有人可憐 但是還拘捕了幾個 因為有美帝護體 美帝護體是相差很圓的地位 就算是中國維權 拘捕了都沒有人知道 是很慘的 你說這些議員雖然沒有讀書 但是跟自己有關有利益的就聰明 其實這是很中產的角度 所有事情就是先計算自己 你想想他計算到最後 他又可以跟香港人說 我守護你的利益 又可以跟政府說 我賣了一個人情 再跟美帝說 你已經保護我 喂 不能輸了 那我就這樣拘捕了 這些就是真正的政客 我們拘捕了他們就好像 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是崇優崇智 我現在是讚賞他們 為何可以作為一個所謂泛民主派 買通了香港、中國、香港、美國四家 這件事你真是不能不佩服他 我就覺得 他做出來 這個叫吃相難看 而且還是吃得太笨 整件事可以包裝得好一點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甚麼 我們現在看得到很大 對香港也不關心國際新聞 看得到很大 現在的問題是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這麼大 是否真的你去或不去 美國就會決定繼續維持 和不維持香港的關係法 香港的問題 香港人的問題是 他經常都這樣 經常會發生一件事就是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即是你經常覺得 他們經常覺得 中國做這個政策 經常當時周永康走出來說 做他做這件事 即是他大陸 中央政府說這句 就是為了對付我 我忘記了 所以一天四個 rise 特別是為了對付太空細菌的故事 太空細菌是說他們突然撞到發電機 電死了,就是Michael Clitin寫的科研故事 他說為何人類的生物這麼賤 特意做一件事就是專門毒死太空細菌 特意做這些機器出來 他以為那個機器是為了毒氣 毒死、弄死他的 其實其實就是為了發電 但問題是他以為是那個人 很多時候你都會爭獻子經常所說 把自己看得那麼高 沒錯,沒錯 我想認死認屁,認智威 我過去一兩個星期 一直都說中美關係 不只是香港 香港根本是一個很不重要的 在這個暴力裏面的一個籌碼 我講中美關係 我已經跟了我的觀察 我真的有華古的朋友也好 北京裏面做官、做廠的朋友也好 之後慢慢的共識就是 根本整個貿易戰 是慢慢會發展到 貿易戰會停一停 會降溫,不會再escalate 兩件事,一個就是會不會 十幾%加到25% 另一個就是會不會 再加多兩千六百幾萬億 我覺得短期內不會 就是因為它的成本很高 再加上去 所以配合整個大戰略的看法 就是說 慢慢不是只講貿易戰 人們都在發夢 還在想著 過去兩個多月 講到貿易戰 會轉移在科技 是不是你偷你的科技 知識產權 這些方面 所以在香港的關係法裡面 重點都是這個 不是說香港 是不是一個同學關稅區 他們根本是不在乎的 所以這個討論 出來說不重要 又或者很重要的人 都不是怎樣提出 講知識產權當然很重要 因為中國基本上 它全部的科技 都是透過標竊 導用 複製 你們這些想法就不對 這些說法 是透過他們很積極地學習 我這樣說 當初是中國曾經是1940年 和1962年之後 曾經是一段時間被封閉 所以它養成了一個很優良的傳統 那個傳統就是它不惜千方百計 去外國拿它的科技回來 因為當初是全部禁運 而這個傳統 到最後它是直接拿到的時候 它都沒有放過 其實它是兩單一式 大陸很多科技都是從不同的方法 是在各方面去拿回來 但這個不是大陸的 Henry你屬歷史你就知道 譬如日本那樣的 德國就是一個番板最厲害的地方 但是人家是會褪變的 吸收了英國大部分的科技知識產權之後 它會自己表現生 後來日本就是這樣 日本就是打仗 打仗的時候 美國當時為什麼會把日本人拉到集中營 他說日本人全部都是間諜 日本人全部都是間諜 所以二次世界大致 抓了所有日本人去集中營 現在日本人很團結 現在中國其實都是相同的情況 就是大家去到那裏 你根本上一早的時候 在移民之前 人家已經跟你談過 你一直有一個中國的連結 很多時候你會回去 給自己一些資訊 其實中國所有的科技 當年有人說 其實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 現在是發明了原子彈 就是美國 然後蘇聯也是沉間諜 拿了美國部分的 多數都是你拿了部分的東西 我在這裏 然後你不可以拿全部的 然後就拼湊自己 拼湊出來 大家都是這樣 你說美國你沒有偷嗎 美國現在就是在最高點的時候 你偷不到多少 而且他們出口的技術 大家都知道你會偷的 它們的默契 你偷的不是很厲害的 你覺得你對經濟發展有用的 民用的東西就由你偷 只不過是偷你肥了 才開始收回錢 或者有些人不讓你偷 可以 其實有些技術你是很難偷的 有些技術 即是你如果做一件事 你做一件事 你基本的數據 你現在可以偷到 但譬如我現在做這間廠 那個管理的技術 即是你如果做了晶片 中國不會做 但它做不到你這麼便宜 做不到你這麼小 做不到你這麼精密 它會做 而且做不到你成本這麼低 整個管理的架構 那樣東西是很難偷的 有兩件事我都要抽水 第一件事 就是當然要抽一些 所謂支持香港搞IT的人 很多人都說 我們要背靠中國 你看看現在中國 很厲害 國家力量支持 現在在深圳超越了香港很多 你現在就知道 你貼得中國越多 就死得越快 我的IT那邊 因為美國就是覺得 你跟中國連結了 就是會將科技技術 轉移到中國大陸 所以很多那些什麼 支持香港背靠大陸搞創科 那些真是麻煩你小心 莫乃光經常都說 潛海很有前景 我們大灣區科技創科發展 我們一定要融合 那真是麻煩 第二件事想說什麼 就是雖然我們香港人 都不應該要把自己看得那麼高 例如好像台灣 台灣 為何現在美國親近了台灣那麼多 是否因為台灣搞了很多東西 令到美國開心 當然不是 因為它當作戰略棋子 但是都有用的 因為美國要搞中國 你會選擇哪幾樣東西搞呢 哪些排名先一點 你香港亂一點 你香港搞得激進一點 美國就覺得這個東西就手一點 那就選擇你來用 好 這一節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